诶 这不是小猪佩奇吗 哈喽 你们好呀 我是你们的粉丝呀 不错不错 是粉丝啊 我们最爱吃粉丝了 啊 不要吃我 我是你们黑粉啊 黑粉也是粉 吃吃吃 不不不 我是螺蛳粉 有味道的 也不好吃 不好意思 我是广西小猪佩奇 最爱吃螺蛳味的黑粉呢 你骗人 广西没有小猪佩奇 你们到底是谁 没错 我们就是吃了小猪佩奇的恶灵 只要再吃下你 我们就能成为恶魔了 啊 不要不要 吓 瞎子宝宝呢 还好是一场梦 要是恶魔真假扮了小猪佩奇 那米格大陆的小朋友 岂不是要遭殃了 哦 no 不对 这里怎么和昨晚的场景一模一样啊 该不会 该不会昨晚的梦是真的吧 啊 小小年纪 我还不想成为猪食呢 所以 我要保护好自己 繁殖甲佩奇吃了我 从而发育成魔童 罗上的甲佩奇那么多 当打毒痘困定不行 现在我是陷阱高人 做陷阱就行啦 加上昨天也把罐头墙打得落花流水 啊 笨小狗 是你逼打个落花流水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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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嘛 昨天是意外 小意外而已 这次是关乎我的性命 不一样 到昨天的打脑这不重要啦 哈哈 这个 这个嘛 都重要啦 改天我找关狗墙夺回来不就行了嘛 甲佩奇的猪头特别大 机关墙要复制四层高才行 出一命麻麻的居然阿兴 把我小家园团团围住 这下连蚊子都拿飞进来 哈哈 当然 一种陷阱是不够的 众手周知 小猪猪都是脏脏的 痒痒的 接下来给他们安排伸缩第一次墙 这一退一进的第一次 帮助甲佩奇挠痒痒 再合适不过啦 嘿嘿 当然 上半身戒痒了 下半身还没解决呢 自然底下也要安排第一次 隔一隔放一个第一次 再放生物感压板 避免误伤自己 一定要破得满满的哦 这样该能保证每一位甲佩奇 都能体验到贵猪的第三摸 第一 不过啊 我突然有个小疑问 佩奇为啥两条腿走路呀 猪不是四条吗 难道佩奇是吃饭的人变的吗 懂了的小伙伴 告诉我哦 一番功夫后 棒 数略估计啊 这里有一百个第一次 完美 最后 在甲佩奇的墓碑出生点 挖一条小坑 安排最后一下陷阱投尸心 一个一个投尸心 整整齐移的放在小坑上 啊 不对 生物感压板放出位置了 应该要放那头才对 嗯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继续把另外三面铺盖完成 像我们一样进行 尽分 全新来讲 我们下一个小便 咱们吃菜 小便 这不行 咱们吃这个氧 咱们吃 吃肶 咱们吃一碗蛋 咱们吃一个蛋 A Few Moments Later 我都有一丢丢心疼 哇 有些还不敢前进 别怕别怕 过来嘛 我小梗可好吃呢 你们真是我见过最怂的贾佩奇 又一逼出来就被秒杀 没意思没意思 看来贾佩奇不过如此嘛 啦啦啦 这陷阱还是要把机关围墙捡得高高的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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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感谢观看